不经历几次社会的毒打 你是不知道社会的险恶呀 就像这河南出的那个华英会啊 数字藏品居然能炒到几个亿 就是忽悠老百姓 你每个月投十万啊 你一个月就可以赚十万 居然有这么多的老百姓上当书片 还搞了一个那么宏大的一个开业仪式 就这么low的这种杀猪盘 这种套路这种骗局这种资金盘 为什么在这个时代 还有这么多人上当书片啊 就觉得看了真的是就觉得很可笑啊 啥子太多就是根本骗不完 根本骗不完呀 人的贪婪你是没有办法想象的 现在这个华英会好像是说 他的老大好像就被抓了 但是仍然还有很多人不甘心 觉得投了这么多的钱怎么办 我不知道还需要用多少年 多少惨痛的教训 然后才能够教育好 对我们很多的老百姓啊 好好地上一堂课教育就要他们 这种的根本就天方夜谭的那些项目 你完全超出你的所谓认知范围之内 你就不要再去相信了 还是每天会有这样的一些千奇百怪的 被割韭菜的这样一些现象出来啊 真的只能是说人性的贪婪 你都根本无法想象啊 真的是挺悲哀的 你像做些直销的啊 还有很多网上的一些这样的一些 相关的一些信息都出来了 网上都已经明确这是属于传销了 但是仍然还有很多人相信 还有很多人不服 他们已经在一个被骗的一个这样的 恶行循环当中已经深陷泥潭 无法自拔了 就是你已经没有办法听进正常人的一个劝口去了 粉丝网友在我的私信里面跟我说 自己的母亲啊 然后投资了什么项目啊 怎么说也不相信啊 数字信用卡啊 这个一个典型的一个就是资金盘的一个项目 说你前期没有投资任何的一个钱啊 对不对 但是你就获得了一个 一百多万的一个 这个数字信用卡 多少多年就可以提现 这不存那么扯淡吗 他为什么会让你去搜紧的东西 你的信息你提供了以后 各方面的一个运作手段 你不知道现在有一种 这个叫获利的手段 叫什么 叫卖个人信息吗 把这些中老年容易上当受骗的 这样的一些信息收集出来以后 把这个名单给卖给强度的诈骗集团 然后呢 就不过多长时间以后 这种专门为你定制的一些诈骗透露 如期就到达了 所以说我们这个时代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骗的做不到啊 而对于这样的一个社会形态 你除了提高一点 你的这个警惕性以外 你还得需要多去学习 多去看一些这样的一些 防线的转题片啊 你比如说那个法治频道 对不对 专门的警察给你打电话 告诉你 不要转钱 不要转钱 仍然还有很多人受不服 拦不住 你说这人性可不可悲悖 记得点赞关注哦